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听众朋友们 那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呢是2月19号星期天 那么每星期天呢 12点钟的台长呢 有半个小时的白化佛法节目 那么下个星期三是初一 希望大家吃素 好兄弟们 今天呢台长继续跟大家讲白化佛法 我们说念经啊 有时候啊 念三遍 或者念一遍 或者念七遍 那么有什么不一样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们 做任何事情 念经也好 要用心 那么我们说念经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就叫发愿念 发愿念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如果有愿力的念经 那么你呢 就比较能够念而有成 就是说 学着菩萨的愿力来念经 那么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的精神就会定得下来 你不正的念头 你也会定得下来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 为他人呢 树立一个榜样 自己的精神 定得下来 而且呢 有愿力的念经 他容易感动天地 所以我们念经啊 有时候好像在念经 有时候呢 又好像没有念经 我们有时候 心念动得在念经 有时候呢 没有动心 就是我们常说的 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一样 所以 我们经常想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着 说的就是 念经的人 有时候念了熟了 就犹如没有念经一样 因为他的心中 一直在念 无念了而念着 说的是 你虽然没有念经 但是呢 你的感觉呢 就犹如在念经一样 实际上 这就做到了 相应法 就是念和无念 实际上 都是在 有念 这就是 相应法 所以 学佛的相应 就是当你 已经成习惯了 当你碰到任何事情 都会想到 佛菩萨 这时候 这时候你的心 念 就到一起了 这就叫相应了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会 起心 动念了 因为念经的时候 很多人 杂念从生 就是因为 起心动念太多 所以 我们 平时 不懂得念经的人 他的心念 经常启动 也就是说 杂念开始 所以 你念而 等于不念 因为你 心念 一直在动 那么你 则不念 也就是说 你跟菩萨 没有接应 你的心 念念 杂念就起 念念杂念就起 就等于 无念 所以念经 是 有很多的讲究的 虽然我们说 不起心动念 但是呢 我们念经的时候 他也是 有心动的 怎么样来 摆好这层关系呢 起的心 是 正心 我们求的佛 是正佛 所以 我们会念 如果你起的心 是 杂心 杂念 拜的佛 是 你感觉 佛菩萨 是在 突突默默的 帮助我 而我不念 菩萨也会帮助你 这个 佛菩萨 还是正的 而你的心中的佛 那就歪了 所以 学佛人 应该懂得 起心动念念经 那是最为上 因为当你起的正念 你念出来的 就是正的经文 当你念经的时候 起的是邪念 你念出来 就是 不正的 偏的 那种 经文 所以 效果就没有 所以 像很多人为了钱 而念经 那这个人 一定不正 所以 我们念经 要 无为 而有为之 就是 没有 去想它 任何 理由 实际上 我们做了 就有为之 听众朋友们 学佛 念经 我们说 杂念不要动 要用心念 那么 在学佛当中 还有一个 叫 意念 这个意呢 不是意思的意 是回忆的意 意念是什么呢 意念就是 你经常 回忆的 菩萨 对你的一种 关心 关怀 用这种 感恩的心 来念经 它也能起到 很大的 效果 所以 我们 自古以来 就经常说 念而 无念 无念 而念也 也就是说 你的心念 没有 那么你念经呢 也等于 没念 那么你 心念起的 是恶念 那么你 念念的 有念 但是得到的 是不好的效果 如果你 念之 而有 用心念 用正念念 那你无念 而念也 也就是说 你虽然 感觉上 你没有念经 但是你的心念 非常的正 等于 你有好的念头 有好的念经 所以 学佛念经 绝不是嘴巴上 随便动动 学佛念经 嘴巴要和心 要连在一起 所以 无念 不可以 不可以 认作为 不念 所以 就是说 我们不能说 无念 我们就 不去念经了 无念 而念 实际上 就是我 虽然没念 但是我心中 一直在念经 那么 实际上 你的心 已经成为一种 自然的 一种运作了 就是等你 一想到 菩萨 你的嘴巴 就开始动了 就像我们说 看见 好吃的东西 有时候 就感觉 哎呀 非常有 这种食欲 来了 我们 只要 想到念经 我们 马上 就想念 虽然 没有念 还没 开始念 但是 已经心中 动起来了 所以 念经和心 是 紧紧连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说 无起心动念 之念想 也就是说 你没有起心动念 那么你 实际上 你的心 是在自然的 默念 因为我们心 真的要动起来 我们的念 才会有根上来 我们的心 是正的 念经 那么我们的念头 也会随之 而用正 产生的念头 叫正念 那么这样的 不停的念经 就会念念 无间 无间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当你嘴巴里 没有念经的时候 实际上 就是像 我们说的 惯性一样 你 汽车 有时候不加油 它还在往前走 那 你自行车 踩几下 你 一直让它滑行 实际上 也是 在往前走 所以 起心动念 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念念无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念一念 你停了 实际上 你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 你的念心经啊 或者大悲咒啊 在你的心里 还在不断的在运作 那也就是说 你已经达到了念念 无间的境界了 这种境界 是书不宜得呀 也就是说 书胜 根本不容易得到的 因为念经 等到像自然的 念的时候 等于加油 不念的时候呢 它也在往前走 像汽车一样 在滑行 实际上 这种境界 等于你 二十四小时 都在念经 所以对一个 修心的人 他不能在 没有念经的时候 动坏脑筋 不能在 没有念经的时候 做坏事 这样的话 你才会越修越好 这就是 学佛念经的 一种 书胜之处 听众朋友们 我们说 我们学佛念经 不可忘惠 什么意思 就是不能搞错 意境 不能搞错 我们学佛的人 最主要的 不能搞错 因为当你念经 念错了 是世事而非的 不用心念的 那么都会给你 带来一些 不必要的损失 所以我们 因为我们做人 我们有时候 不懂得人生苦短 我们一切众生 要随意也流转 因为我们 根本不知道 自己做错什么事情 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来生 去何处 所以我们 实际上就随着这种 业力在流转 受到了 六道轮回之苦 我们 我们根本不知道 生 是什么地方来的 我们死 不知道去到什么地方 实际上 就是由我们的 罪和福 因缘 而作为 六道轮回的 升降 因为 生不知来处 死不知去处 实际上就是我们 在人间 做的罪业 和 做的福分 所引起的因缘 而为 升降 大家知道什么 叫升降吗 上升 就是天道 阿修罗道 还有人道 成为三善道 啊 促胜道 啊 恶鬼道 地狱道 这称为 三恶道 所以做人 怎么样 能够来 辗转 轮回呢 做人 应该怎么样 来把握 自己的 罪 福 因缘呢 我们就是要明白 是由 疑惑 起业的 什么叫疑惑 就是不明白 因为我们做坏事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他是做坏事 因为我们 起心动念 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业 所以 我们的业力 让我们感到很苦 这就是我们的因缘 业力是怎么来的 就是自身 不好好的 修为所得 业力 业力是怎么来的 业力 就是因为我们 不懂得 活在人间的意义 我们做错 很多事情 这就是 由业 而感召 的 因缘 一辈子 一辈子 不知道 做错 多少 事情 一辈子 不知道 做对了 多少 事情 有时候 自己开心的时候 就犯下了 业力 有时候 自己痛苦的时候 就造 更多的 业力 这些就是 我们今后 受苦的 因缘 所以 我们要懂 我们要能够明白 我们 无名故 我们要了知 我们不明白 我们有这个 色身 我们不明白 我们以为 这个身体 可以用一辈子 实际上 我们的色身 传属虚妄 因为 人 是五蕴 甲合之身 大家看一看 就明白了 地水火 风空 人 四大非有 无应皆空 命是什么 就是感觉 感官 空是什么 都是没有的 实际上 人的身体 是一种感觉 大家想想看 当身体 不舒服的时候 是不是一种感觉 让你在不舒服 而这种感觉 消除了 你是不是身体 又舒服了 那个感觉 不就没了吗 当一个人 撞车 他的腿 他的手 受伤的时候 当时很痛 医生给他 一打麻药 他不就是 不痛了吗 这就是一个孕 这就是一个空 所以我们要明白 人的想法 也是空的 人的身体 也是空的 我们怎么样 来证实 还彻底的明白 我们这个身体 应该 如法 信实 像 妙力 也就是说 真如法 信实 像 这个妙力 真如法 是什么意思 真的是 真的是灵性 真的是人的灵魂 我们真的灵魂 要如法的活在世界上 我们的本性 要实实在在 要有实相 那么本性的实相呢 就是靠你的身体 语言和意识 来显现出来 所以要用真如法 信实相的意思呢 要有你真正的本性 再加上你自己的人的外表 良心和你做的行为 这些语言和意识 相妙力 合在一起 那么你才能彻底的 圆容和圆章啊 也就是说 彻底的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也就是说 我们具有人的人格 人的品质 我们才能 有 人的 行为和思维 和语言 那才能让人家感觉 你是一个真正的人 今天呢 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既然知道 五蕴皆空 那么 我们又知道 我们 所做的一切 它就会像档案一样 在你的心结里面 储存着 那么你这个 固有的心结 储存着 那就是在你死后 它就是像飞机上的 黑匣子一样 把你一生的记录 全部 记录的清清楚楚 严严实实 好的人 能够 肃正法身 而良心不好的人 做错很多事情的人 他 就不能 肃正法身 而 轮回 六道之中 所以 我们要明白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意念 实际上 都是虚无 缥缈的东西 今天我们想做这个事情 明天我们 不做了 今天我们想做那个事情 我们明天 又改变主意了 所有的这一切 足以证明 我们 不悟此生 不悟此生 就是没有开悟 我们 对自己身体的认识 我们必须 物知 此生 我们才能 用彼之生 彼就是彼岸的彼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只有明白 我们的人的身体 它的作用 也就是在人间 很短短的 我们要用自己的本性 用自己的身体 来做功德 来做善事 这样的话 你 才会 明白 我们 能够 圆融 自己的智慧 我们才能 结束 自己 美好的 人生 我们才能 用真的 一个人 投生到 更高的境界 能够 超脱 六道 轮回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给大家 做的白话佛法 就到这里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收听 听众朋友们 那么在 接下去的 还有 一个半小时 台长会在空中 给大家做 我们的 悬疑 中述 节目 欢迎大家 听众朋友们 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